那麼人對峙的是中道的無分別字 那麼你能夠把這個所對峙的是什麼 人對峙的是什麼 你能夠了解啦 那你就記住了波雷波羅密多的一個要義了 其實整個波雷法門就是一個 開顯一個人對峙的無分別字 跟所對峙的十種閃動 這個地方我們說明一下 這菩薩的十種閃動啊 這個跟你的一個陰帝的花心有關係 當然這陰帝的花心跟你的見地有關係 所以你看智德大師講法華經 他那個廟法 九行壇廟 那他談的是什麼廟法呢 其實智德大師的九行壇廟 你看法華前義他談兩個重點 一個是十法廟 一個是全法廟 十法呢 就是你要明白 現前一念星星的道理 就是 就是你要把它射用歸體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所之一 就是你的生命的依止點是什麼 現前一念星星 那麼這個全法就是 你這一念星星產生很多的顛倒妄想 無量無邊的顛倒 你怎麼去對峙界定會的方便法呢 就是全法 也就是說啊 其實這個我們所對峙的 簡單的說就是 菩薩的 正面相 構進相 增減相 其實這個都不是錯 錯在這個子曲 所以偉大師說啊 妙達無聲 這個六項啊 都是方便 真相 景相 構相 近相 都是方便 那麼你不能夠通達無聲的道理 產生執著啊 這個六項都是障礙 就是你這個生命的依止點啊 你是不是依止不生命為本修音 這是重點 在這個六祖探經啊 有一個叫做法達法師 法達法師啊 他有一天去參訪六祖大師啊 那麼他去參訪大師的時候啊 他鼎禮的時候頭沒有著地 當然這個六祖大師是明眼人 他一看就知道說啊 人者心中必有一物 你會產生這麼大的叫慢 你心中一定有所得 有一種功德像在支持著你 一般懈怠凡夫他還不敢叫慢 那麼法達師說啊 法達法師說啊 我沒什麼本事啊 誦經三千步 法達經誦三千步不容易啊 你就算精進來說啊 你一天讓你送一步啊 你要送十年 但是呢 六祖大師跟他開始說 你沒有忠誠的送法法經 你是心靡法華轉 你只是在法華明相轉 因為他把送法華經當功德 真的沒有把法華經啊 就消化成道理啊 產生內經的一種對峙 所以他送法華經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他的執著相 第一個真相 有違法的自己 第二個真相 他認為功德增加 第三個 禁相 對禁法的這是一根清禁相 後來六祖大師跟他開世以後啊 他開悟了 開悟以後啊 他講出一句話說 宋禁三千步 朝夕一句亡 為民出世子 臨歇累世狂 說我以前在送法華經的時候 心隨進轉 只是把這個法華經送過去啊 沒有把它回歸到內心的對峙 總是以一種有所得 把送法華經當功德想 有功德想啊 你一個 有功德想 你內心一定有一個自我 因為這個是我所嘛 最後你以自我為中心 夾帶很多的功德 那當然把這個自我提高了嘛 就是說 送法華經沒有錯 錯在於他內心當中 沒有產生對峙 所以講 宋禁三千步朝夕一記亡 後來是了 那個六祖大師開世以後啊 他回觀返照啊 其實宋禁的目的啊 是產生觀照力的 最後 他 要離開的時候啊 六祖大師說 你現在有資格送法華經了 因為你現在是 心悟轉法華 我以前在讀楞元經的時候 大家也是十卷啊 讀得很辛苦啊 海公說啊 你在讀楞元經啊 不要那麼辛苦 反正他十點的新聞啊 你把每一句話 消費到聖心世界就對了 海公說 佛陀講經啊 不可能離開聖心世界說法 好像你講這個 明義上講的天話亂罪 其實都是在講你的聖心世界 你想想看 佛陀絕對不會離開聖心世界來說法 他告訴兩個觀念 第一個 什麼是雜染法 什麼是公德法 這第一個重點 他讓你分辨清楚 什麼是雜染相 什麼是公德相 第二個 怎麼從雜染相變成清淨相 這兩個重點而已 一個是理論 一個是方法 後來我觀念一改變 哎呀真的是這樣 其實你看社論也是這樣 你能夠把這裡面的 它有十顆嘛 我們講到第二顆 你看他所說的 吳卓菩薩所說的話 你把他這個明相 去投射到你的聖心世界 你就會產生會心的微笑 那你不投射到回聖心世界 你用心外求法的心情 心裡法法轉 那你讀起來就很辛苦了 你就像來讀書一樣 讀那個世俗的書一樣 那你能夠把這個讀的法 往內心去觀照 那你越讀越有味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心態問題的 我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 請法師慈悲開示 我一道是說 念佛求生進度是 自職皆自言頓的法門 改通圖言教必先開言頓解 才能夠依言以其言觀 而念佛法門不需如此 經過一番的參悟 但以練練練佛 無不練練在言觀當中 請問此言觀同比言觀佛 念佛法門不需要一番的貪透 這是誰告訴你的 其實念佛法門它是可深可淺的 當然我們歷代的祖師啊 都是開方便門 反正你就好好的念佛 其實你去讀偶依大師的彌陀要解 念佛法門不是這麼回事的 不是這麼回事的 當然偶依大師的法門甚深啊 我不敢去隨便的揣測 他的老人家的主師真實意啦 但是我簡單的 把他一個重要的觀念提出來 你就知道念佛法門的前聖 偶依大師說 念佛有兩種 一則四辭二則禮 各位都知道 淨土法門它是一個本身相應的法門 它是他力加倍的法門 你如果選擇智利 那你就靠你的本事 去調伏你所有的煩惱跟罪業 但是淨土法門它是 它是靠他力 就是佛力的加倍 所以它的重點在皈依的 就是你必須想盡任何方法 使你的心跟佛的心感應到焦 你跟佛不感應它怎麼加倍你 那在感應的皈依當中呢 哲德大師認為 有四項的皈依跟理的皈依 四的皈依就是 我是夜葬凡夫 彌陀是萬德莊園 這是兩個東西 你認為眾生跟佛是有自信的 人念的心是苦惱的 所念的佛是大功德的 沒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關係 我是夜葬凡夫 你是萬德莊園 那我靠著你 我仰葬你的加倍力 這也是可以 但這種力量比較薄弱 這種是一種對立性的皈依 有能皈依的心跟所皈依的法 這個就是未達無聲之禮 那麼如果你今天 在修皈依的時候 你觀察 能念所念你性空極 感應道教然是意 能念的心 我的心雖然夜葬深重 但是這是依他其的法 如夢如幻的 我們把這個 我夜葬深重 如夢如幻的心 剝開來 發覺我的心是如 阿彌陀佛是萬德莊園 萬德莊園也是依他其法 因人所生法 你把這個萬德莊園的法 剝開來他也是如 後來我們發覺啊 我的心是如 佛的心也是如 世間上只有一個如 沒有兩個如 所以我們兩個是一體的 能歸所歸是一體的 從一個同體的佛性 我跟彌陀是不餓的心情 來念佛 那個感覺就不同 你這個時候 是以這他不餓的心情來念佛 你覺得阿彌陀佛 好像離你不是那麼的遙遠 你說十萬億佛土 管他幾萬億佛土 我跟他是不餓的 那只是一念之間就到了 所以淨土法門 你看偶爾大師的阿彌這個信心 有六種信心 有六種信心 信志 信他 信事 信禮 信因信果 他那個信事 信禮就是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淨土法門他不看經典 你不看經典啊 你不看經典啊 你跟彌陀之間的障礙重重 你要皈依他有困難 你說我是業障凡夫 彌陀是萬德莊園 我怎麼去受用彌陀的功德呢 你光是陰光大師講一句話 修淨土中的人 最重要的根本思想 極重身心 頭大絕海 這句話你就撐不出來 凡夫的心 進入到彌陀的功德海 這怎麼可能 如果你產生自信值的話 你很難相信淨土法門能夠成功的 所以本尊相應的法 他剛開始皈依的時候 是兩個東西 一個弟子 一個是佛 但是真正的本尊到最後的時候 大圓滿的時候 他是不餓的 那是 你進入到一種平等法界 一真法界 能歸所歸 信空己 那才是真正的皈依啊 那麼你能夠以自貪不餓的心情來念佛 那麼偶爾大師講 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一念佛 所以淨土法門也是有言觀 只是說 因為他強調三根普輩 所以對一些出擊人 不講這麼深的道理 所以這個法門偶爾大師說 是淺者見淺 深者見深 善至文殊普賢 下至武力十何 都可以念佛 只是說呢 你這個佛號在你心中 這操作起來 那每一個人的心境不同 如人云水仁軟自知 同樣一個佛號 你看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持大悲咒 從出地震得八地 我們持大悲咒 也沒產生多大的效果 同樣一個咒 一個不同的心 不同的智慧去接觸這個咒 產生不同的作用 就是說 佛菩薩的功德是一個廣大的倉庫 但是你要懂得密碼 你才能進得去 你知道 你只是這樣一個淺的智慧 你開顯一部分的功德 你有更深的智慧 你開顯更大的功德 一個月亮它在不同的水當中 產生不同的影像 佛號一如如是 你這個觀照的力量越強 這佛號在你的心中產生 滅二身上的力量就更大 所以說 所有的法門都要開言論解的 沒有一個例外的 觀經營 諸佛正偏之海 從心想身 眾生心想佛時 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中好 四心做佛四心是佛 這也是進土中的根本思想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我心中去 遇佛念佛 所以我來生就生長在有佛的世界 那麼這一念的想 這個想是什麼樣的想 說若是三十二相八十中好 當下是為心所限 那麼當下 我們在想佛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佛的大智慧大神通呢 他這個諸佛正偏之海 從心想身 是從陰地上來說 就是說你心中不斷的 遇佛念佛啊 這個諸佛的聖身功德啊 就在你意念當中啊 慢慢的 慢慢的成就 葉凡經說啊 說你現在沒有乳酪 但是你現在有流來 但是你有流來 你慢慢的提煉 你總有一天可以變成乳酪 那麼佛陀會經常說 哦 諸佛正偏之海 從心想身 也是這樣的道理 你沒有這個果地的功德 但是你的因地 是從這樣累積起來 如果你不義佛念佛啊 你只是每天持戒啊 修止觀啊 這有什麼問題啊 你們知道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三皈依啊 缺一不可 你如果皈依只皈依法 沒有皈依佛啊 你來生會生長在一個 沒有佛注釋的地方 你看這個屁之佛就是這樣 就是說啊 我們在整個法界當中 你要 你如果想要跟佛結言啊 生長在有佛注釋的 你一定要意佛烈佛 對佛陀的禮拜 觀想讚嘆 因為畢竟佛是一個最原版的善事實 你不見佛啊 在成就大聖菩薩道啊 這是一個非常吃虧的一年 除非你要走屁之佛道 你不需要見佛 在哪裡 祂知道如何取化你的善根 那麼 為什麼有些人 他很快就生長在佛寺 有時候你 你為什麼不能生長在佛寺呢 因為你跟佛沒有結言 所以英光大師在文操裡面啊 叫苛哲禪中的大德 你看他全身智慧這麼高啊 但他就是不戀佛 聽到佛號要去洗耳朵啊 我練一句佛號去刷牙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來生就不再歸三寶 不該歸佛了 你很有智慧但是不歸佛 所以你看這個十大願望 第一個 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廣 你一定 就是說你在三三四四當中 你一定要跟佛結言 就像這個兒子不能離開母親一樣 所以你不斷的去觀想佛啊 意念佛陀 讚嘆佛陀 這個很重要 當然主修是法 但是佛也要歸一 我們看最後一個問題 法師說三二道的眾生 不善巧迷眼 沒有基督善巧迷眼 所以他的基督分別 就像夢中意識 精神錯亂的意識 這麼說在生前難內 這個眾生偷吃生邪悟 那麼這對他們男生來說 是不受果報的嗎 這個業力啊 我們探討業力啊 知道心為業主啊 你不探討心的話 你不能 我問你那個地震 那地震 把大電破壞了 就是這個地震造什麼業 是善業還是惡業 還是無地業 你想想看 是什麼業 有一個地震 發出山 它是一個造作例嘛 把大電破壞 這誰該負責 這誰該負責 它這個業是善業 二業無疾業 它不是個業 因為它沒有明鳥性嘛 地震它沒有明鳥性 它是一個果報 這是這個果 眾生的業成熟變成一個果報 業是一個因地 它一定有一個心事 一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 把一個人打死的 這個也不是業 業一定要有心事的推動 心為業主 這個都會研究業那麼久 你應該知道 那麼這個心 有暗頓的心跟明鳥的心 暗頓的心什麼呢 夢中意識 精神錯亂 這個都暗頓的心 這種業幾乎是忽略不計的 但是在維繫來說有別報 你今天在精神錯亂傷害了他 你跟他個人當中有一些個別的惡因緣 但是不會讓到善惡道去 不影響總報 但是有別報 包括夢中意識 精神錯亂都是這樣 還有一個懺悔所作業 就是懺悔所作折損業 就這個業你曾經做 但是你自心懺悔 見到好像 這個業也是不增長業 也不招感三切果報 但是別報還在 有幾種業 第一個 回所損業 精神錯亂所作業 夢中所作業 都是不增長業 不招感總報 那麼這個畜生道所造的業 也是一種不增長業 因為第六事態暗頓 但是有一種例外 有一種畜生例外 這種畜生我們講 精 精靈 他說是長時間的吸收日夜精華 這狐狸精啊 什麼精 那就不同了 因為他變成精的時候 他的第六意識變成明了性很強 他造的業就有這個 招感總報的力量 就是這個畜生 他已經修煉成精的時候 那就不同了 那如果他只是一般的畜生 那這個業幾乎都是不增長業 為什麼 第六意識暗頓 跟做夢一樣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向下文長復 再來回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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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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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